我是戴力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明天可就是中秋节了 但是这四天的假期 天兔台风要来影响我们台湾 可是在今天的这一节的新闻龙卷风里 我们不只要提到天兔台风 我们还要提到几个人 哪几个人呢 来看看照片吧 先注意到第一个人 周星驰 你想记得电影里面 威龙闯天关 周星驰扳倒了谁 其实这个周星驰的角色呢 就像那陈明毅议员一样 陈明毅议员扳倒了陈守皇 他在电话里面跟着陈守皇 聊着聊着就聊出了 陈守皇实际上来说呢 他是接受到了官说呢 谁的官说 柯建民的官说 但是柯建民他可是也是个魔王 他是什么魔王呢 他可是一个芭拉票王呢 许多的企业界 其实他常常开的就是芭拉票 但另外这个将军 你一定记得他 沈威智 昨天呢 这法院开庭之下 今天我们X先生 也要来讲这个魔王 沈威智 其中还有许多的秘星 没有透露出来哦 所以在今天的新闻 龙卷风里面 很精彩 不过最开头 我们就要来来谈一谈 这天吐台风 但是先请到几位 坚强的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 江中博 一刚好 各位晚安 第二位资深媒体人 彭华干 一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 张有华 一刚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杨顺青 你好 大家晚安 还有气象将军 于川新 你刚好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先来就想到 要讲到这个台风了 这中秋佳节四天 结果台风要来扰乱 天吐台风 它不是玉吐 它是个天吐 这天吐一来 台湾可要遭殃了 这个天吐 它的强度已经增强了 你看139公里阵风 半径有150 增加到180公里 破大了 所以它的强度来讲 我刚才讲 还有增强的机会 因为它目前来讲 虽然开始移动了 速度还是蛮慢的 余将军 再来四天的假期 四天的假期 我怎么玩 要下去的 慢慢晃 再慢慢晃 大家所担 对啊 如果像今天晚上 中秋节 好 要下去玩了 如果 以这个方向这个速度来 你看直扑台湾而来 尤其在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最接近台湾 以这一点来讲 就是恒春的东南方 大约多少 135公里 它的暴风半径是180公里 换言之花莲就在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包括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都在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如果去墾丁呢 去墾丁当然更不行了 墾丁不行啊 因为就是插边过啊 你看 看到没 就从这边 你说台风眼从那里过 那墾丁不就 去墾丁的人不都呕死了 如果刚好在台风眼的话 是没风没雨 那也只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吗 你也要回来的时候 安全才行啊 所以你说掌握了两个小时 是可以 我的话说 整个风雨 从原来的东北风 会变成西南风 所以墾丁的话 其实首当其中 虽然台风眼 可能会经过那个地方 有一段时间是无风无雨 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台风就在它附近 所以有时候 对 余妹妹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礼拜六到礼拜天 到时候大家休假 要往北返 然后不就全部都 卡在路上了 都卡在路上 所以这个台风 对台湾而言 就是你看 从礼拜五的 礼拜六 礼拜六的14点 到礼拜天的14点 最为严重的 因为从礼拜五 其实它的边缘 就可以开始慢慢的 那如果我要去高雄 看那黄色小鸭呢 黄色小鸭更不行 第一个 东比较大 它一定把黄色小鸭 已经收起来 你说黄色小鸭 它会收起来 会收起来 四级风 四级风就要收掉了 这样走 它一定会超过四级风 因为台风 至少在七级以上 它一定会超过四级风 那这样子 那个小鸭鸭也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那花的钱去那边住宿 就看不到小鸭鸭 我建议就 这个钱稍微缓一点花 不要现在花 慢点花 台风过去了以后再花 下个礼拜天再去看 大概可以看得到 因为台风走了 小鸭就会出来了 鸭子也怕水 那这样子 四天的假期 不是大家往南走 全都遭殃 往南走也遭殃 往东走也遭殃 那我往北走呢 往北走稍微好一点 那往中部走呢 往中部走的话 还是受到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雨还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台风 对台湾有影响 所以我这有个时刻表 这个时刻表 可以明显地知道 怎么样地变 第一个 大家所关心 明天看不看得到月亮 尤其明天能不能烤肉 第一个 在明天来讲 中秋夜距离台湾 大概有730公里 它的暴风圈有180公里 速度来讲12公里 未来速度会增强 怎么增强的话 它还是730公里附近 所以它暴风圈也不会够到 外围环游也不会够到 所以明天来讲的话 可能还有一个临近的中秋夜 所以还是要好好地赏月 所以它速度会增加 它晚上会有海警的机会 为什么我讲海警的机会 第一个 要发海警资料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在离沿海 100公里以外 当台风24小时的暴风圈 可以够到的时候 就会发海上警报 这个时间算一下 就在500公里以外 它一定会发海上警报 如果速度加快 它海上警报会提前 所以我预计是在 这个时间之内 会发海上台风警报 新竹以南可以收到 可以看到月亮 所以整体而言 双北东半部地区偶尔有 但是特别提醒 台北偶尔云中会有月 所以明天北部地区 还有这个机会 那礼拜五就不行了 礼拜五 距离台湾有500公里 速度会加快 有路上警报的几率 第二个 北部东半部 便转成阴游雨 北部有强阵风 重点在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 距离台湾只有135公里 这时候呢 大概12点 它的暴风圈就可以进入到 台东 花莲 或者中南部了 全台都会有雨 这明显的 会增加 风雨都会增强 北部有强阵风 中南部的风雨逐渐会增强 也就是它的风雨 从东半部地区 会跨越到西半部地区 首当其冲是东半部地区 礼拜天的时候 距离恒春大概280公里 已经越过了东京120度 也就是从恒春半岛 已经走到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的 风向也变了 中南部地区 雨是明显的会增强 宜花地区雨是会减缓 这时候台东雨 为什么特别强调 台东大雨 它不会停 因为不管从向风面走的话 因为很接近它 台风 台东的雨也大 风也大 通过了台东以后 它的回流过来 刚好在台东地区 会有一个负低压 这个低压对台东来讲 雨是不会减 所以它会持续 不管从西面过来 东面过来的时候 到西面的时候 它的风雨都会强 所以台东要特别防范 再来就是中南部地区 所以这个台风 对台湾有影响 时间就在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我讲 明天可能还有一个 宁静的中秋夜 中秋佳节 台风来捣乱 真的是让人感到 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低头吃着月饼 抬头看着月亮 月亮上面有着玉兔 可是我们的东南方 却有一个天兔在那边 但这天兔来得真不是时候 立刚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好不容易 中午找个空档 跑到内湖 我们这边不是很多卖场吗 对不对 因为小弟就是九月生日 这是中秋节 最接近小弟生日 就去了卖场 结果呢 本来中午天气很好 对不对 市区买了一堆 倒得出来的时候 很高兴就一看 下雨了 现在就要下吗 台风你在哪里 为什么你现在就要下雨呢 华干我跟你说 其实只有台北的东边在下 台北的西边一直到南部 全部都大太阳 早说嘛 吓死我了 很多民众都跟我的想法一样 尤其北部的 就说怎么会台风还距离 现在有多少 大概700多公里 怎么就开始下雨了 大家都会害怕说到底中秋节 明天晚上能不能赏月呢 我们刚才听到虞将军这样讲 心中稍微宽慰一点 可是立刚不要忘记 这个天兔走得真的太慢了 实在很慢 就像以前侵入台风 要发展成为中度台风的话 它都是很慢的 所以它这么慢 到底明天可不可以赏到月 虞将军刚才也私底下跟我讲 它说再坏的情况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云中有月 或者是雨中有月 你一定能够看得到月亮 所以还是可以有个 有月亮的中秋节 大家还是可以烤肉 不过不要忘了 烤肉的时候 海上警报就发布了 等到过完中秋节的隔一天中午 可能就会发布 陆上警报 好 那我们看 玉兔扰天兔 这种情况 哦不对 天兔扰玉兔 好 反过来 像这样的情况 每次遇到中秋节的时候 会不会有台风来呢 各位整理了一下 其实最接近的这十几年来 就有四次哦 2008年 第一次新乐客台风来 这一次非常严重 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来的 2009年的巴马 巴马那时候 这一次新乐客是在宜兰登陆 巴马也在宜兰登陆 巴马多可怕你知道 巴马那个时候的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 哇 你看新乐客的这个 新乐客的画面 你看到没有 南投 南投的饭店 你看倒成这样 三级三红爆发 非常可怕 再来还有2010年的凡纳比 还有就是今天 即将扰乱 我们中秋节的天兔 好 讲到新乐客 大家看到画面上 你说2008年的新乐客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 惨重的损害呢 因为它在苏澳那边登陆的时候 有17级的阵风 还有台东 竟然发生什么 连续18个小时的焚风 因为这最主要新乐客台风 它在过了台湾的时候 穿越中央山外的时候 整个风场是西南风上来 而造成台东有焚风的状况 你看你是专家 解释得非常清楚 好 可是灾行最惨重的是 在南投的庐山温泉 这一次在庐山温泉 造成多大的损害 你知道吗 公主小妹饭店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的 这个奇力饭店 都是在当地 非常有名的饭店 整个倒塌了 你知道 就是说 这个新乐客造成的损害 你简直不可想象 还有饭店老板娘被活埋 连员工和那个什么住客 也都被活埋好几个 然而最最严重的单一事件 也在附近的风秋明隧道 竟然倒塌 七十九伤 你就可以晓得 你不要看中秋节 中秋节来的台风 有时候他们造成的损害 可是恶狠狠的 让你连猜都猜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说 我们今天要特别呼吁 还记得吗 上个月康瑞台风来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水门 水门关不上 还有 坏了 没电线 我有关啊 我有关 水利局说我有关 我有关那些县市政府 云林 嘉义 还有台南 那些出大包的一些地方 说关 关不上 为什么关不上 电刷不去 就咬掉了 天哪 防水闸门的电缆电线 竟然被小偷给剪掉 你说这样 到底杖要算在谁的身上 所以这一次 天兔台风来了 希望各位县市首长 每一个都一样 不要再重蹈覆车 要赶快去检修 防水门门 到底看不甘用 才是重点啊 天兔要来了 天气要有变化了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